好 现在师父回答你的问题 学佛之人首先一定要切记 念念之间去思维明白万法违心 既然知道万法违心 众生过去的一切倾想 哪个不是根本违心所现 只不过在违心所现的倾想 众生皆堕在倾想之后 所的一切妄想情之 但是将来回头之时 若是不知道善用现前 一切凡夫可以下手的倾想之中 念念做归家的方便 一切众生就没有一个可下手之处 可以有一个能回头的放锁 所以倾想不是障碍 若是将倾想望头于情直 那倾想是流转 若是将倾想念念头于 根本面目的本来清净庄严 那倾想不过就是旧路还家而已 如母一子就如同大觉心体本来常在 不量节来从来没有遗弃过我们 但是我们念念之间若是即感觉现前处 感觉现前处就叫子觉 子觉 如子觉之前 如是念念之间 不知道它其实就是你根本清净庄严的母体 这就是若子逃世 所以一个真正想要了脱生死的人 一个是真正明白大念佛的人 那念念之间不单 不但是要在这句佛号里面如实称念 也要在如实称念之时 念念要与如是佛号相称 念念相称 自然将来慢慢它就能够死为私益 每一个现前的感受就是子觉现前处 哪一个不是他自己根本本来的清净母体 大觉的母体 念念之间若是都能够如是私益 就叫如子异母 但要子弱异母 就在子觉上面若是都能够清楚回光 你根本决心的本来面目 那个母体就这一句念佛 与佛名的称念处跟现在心性智慧的念念相称之处之时 这叫母子立身不相为远 所以讲到若众生心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首先要你知道 先在明子前一佛念佛 将来一佛念佛又有意义字 所以将来久了心纯熟时 那就在每一个念头起处 它都能够启成一佛念佛的心中的回光 那就如同子弱异母 在哪里一母 每个感受子觉现前处 你都要直下担当 子觉的当下当体 就是你根本大觉母体的庄严 总有一天 心若熟时 就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你就会在一起子觉当前 你念念明白大觉的母体 将来正得如是母体时 你就会站在如是大觉母体的庄严 看尽一切子觉的陈列 那种心中的智慧 那种心中的担当 那是行者的智慧 跟行者的担当 那你才知道什么叫做 大事智 三个字 甚至于你才明白 什么叫大事智菩萨 念佛原同章